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不勇敢的我 现在比较勇敢 现在也不勇敢 反正我暗恋都写在歌里就对了 这张专辑里面有蛮多的歌 就是代表了不同的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Fly away 是一只猫头鹰 好像是在关心身边比较要强颜欢笑 可能内心有点忧郁的人 因为其实曾经那个也是我 就是我觉得猫头鹰 为什么Fly away这首歌 是对应猫头鹰这次想象的动物呢 是因为其实猫头鹰 他是跟这个世界反过来的 他是晚上才不累 他是很孤单的 他是不被了解的 他是跟大家反过来的 我是认为很多时候你不被理解 或者你觉得你是一个局外人的时候 被孤立的感觉 对你特别特别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特别需要一双耳朵 聆听你的人 对 其实你不是想要去解决你现在生活的难题 你只是希望被理解你现在生活有这个难题 有一个人愿意倾听 就在你旁边陪伴你 你就会觉得突然间好像被一股能量鼓起勇气的感觉 对对对 我不是一个只爱音乐的人 其实我很爱文字 是 对我以前写第一首歌之前 我有尝试过去写小说 只不过太复杂了 写了什么小说 是写 没有我写了爱情小说 自己的爱情小说的第一张 然后放弃了 然后跑去写比较短一些的就是歌词 是 我小学的时候啊 我喜欢那个男同学 是 我是给人家写信的 所以你是非常真挚的写了一封信给他 我谈恋爱也会写信 但现在还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吗 有时候对 哇 看MV就知道 会突然间整个人 就是会变成变色龙的感觉 对 那个MV也拍的蛮揪心的 照片里面永远都不会出现 你发现了 其实没多少人发现这件事 真的吗 就是一直怎么看都是没有你的 观察入微 完全谢谢谢谢 因为很多人只是以为我拿着 男主角的那张照片在怀念以前 可是其实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个梗 还是有啦 还是有很多聪明的听众跟粉丝看得出来的 他在说自己聪明 所谓的芝麻绿豆的小事 但很容易变成情侣之间 会一直无限放大 很多的情侣呢 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的事 是很多很多小芝麻小绿豆 集中在一起 你才会觉得 为什么我慢慢没有了自己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就的 为什么我在你面前总是不能做自己的事 其实不是什么大的事情 都是生活上面很很很琐碎的事 直到摔在身边 然后苹果让你好 直到其中几八条 我们的都叫 因为在这里 然后有个抄跳在前面的那个唱片 红袍 那这里就是少年派了 对这个有只老虎在旁边 这是帆完名画 这支MV里面最难的就是整个场景都是空的 对 我一直自己在一个绿布景前面 哇好紧张 好紧张 对我了 有人在追逐 好痛的我告诉你 因为我做的那个是木箱 一个很大的木箱 然后后边有一个工作人员一直在摇我那个木箱 我差点被他甩下来了 我拍了起码一个小时这个镜头 天哪 我一直在上面摇摇摇摇摇到我 摇到我真的很痛我的腿 因为我一直必须要 必须要用力固定我自己 这个好像蛮辛苦的 从高空落下的这个 这个也是好辛苦啊 这个大家看到才掉了几秒钟了 我被悬挂在空中起码30分钟 然后一直在旋转 你在想什么当下 我很想哭喔 你后来看到旁边很多冰库啊 猪的那个井 其实 那个很冷的 对 那个是 唯一一个石井 屠宰场是石井来的 唯一一个不是绿布井了 要人在想要伤害你的各种方法 都做到 他把所有我怕的东西都做了一遍 什么高度吊威亚啊 然后真的动物啊 蛇放在我的眼前啊 就这各种各样我怕的东西 他都弄一遍 是真蛇 对 就是这一只吗 对对就是这一只 然后那个马也是真的 那三只马也是真的 对 那你花了多久克服那个蛇对你的恐惧 我真的起码自我辅导了三十分钟才能拍 那你喜欢这一趟历弦吗 莫逞我不太喜欢 陈品非常喜欢 陈品非常喜欢 给我们万兽之后掌声鼓励一下 最新消息指出这是你希望2020大家都要会唱的课 嗯 句号 对 你特别希望大家都要会唱的时候 对 因为这首歌好听 好听 而且写的就是你 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情 对 希望大家都要会唱 对 好 大家听到了没 全唱度要高 要高